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海洋帆 我是王孟平 下个礼拜进入到5月份 大家都知道5 6 6月就是这个除全息的旺季 很多人其实都在等待 等待说好的股票能够在除全息之前 找个低档位置来进场 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10年的一些 个股的操作的这个观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个股 它其实是在除息之后 到下一次除息之前 近10年的平均年涨幅 我们看到第一名是在日电茂的部分 涨幅高达40.2% 包括在智邦涨幅也超过4成 依序看到是全新 还有信邦跟新复发 再者连有台积电 利奇跟台积电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除全息的行情 带大家做观察 甚至还有一些KY股 据说在5月份要报税 他们有节税的题材 那外资大户他们又怎么操作 今年的除全息行情 好 节目当中先为您邀请专家 首先是戴信明 戴老师 你好 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胡玉堂 玉堂好 孟平好 大家好 蔡明翰分析师 明翰你好 孟平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就从个股先来看 刚刚列出的9档个股当中 戴老师居然有个股 它近10年平均年涨幅有40% 那如果说我过去10年 我就操作这档股票 这个绩效一级棒了 理论上是这样 没有错 10年 但是一般赏户 持股不会有10年 对 但我们比如说看到 刚刚孟平提到的日电帽 日电帽因为它去年 因为受贿于被动原件 产业的这个旺盛起来 它一举 股价一举 从2 30块 拉升到6 70块钱 所以变成年涨幅是40% 实际上我做统计 我们看月K线比较准 月K线 过去10年的月K线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过去10年 在去年之前有没有 它几乎都在2 30 30多块钱 一直盘整 盘整 大家看到细细的缺口 那个是什么 它配息大概只有一块多 不到2块 不到2块 但有时候填息 有时候往下贴息 但是真正到去年 股价一拉升起来 拉升到70多块的时候 基于就把过去10年的 所有的除息的缺口 通通填息 通通填息 对 你看就等于到 过去10年它最高档 对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这是一举填息 但一般只有大股东 所以你把日电帽 过去10年的填息状况 有列出来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卡 很快描一下 就我知道有统计 你看日电帽你看 在这个98年有 这个打三角形有填息 99 100 101年 你看三年没有 到102年7月 那个出息 也是到隔年才有机会 我们看下一页 你看 再来103年也没有填息 然后104年拉高之后又掉下来 然后到105年除息之后 到106年才填息 106年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前年的高点11月没有填息 你看它去年也是除息之后 因为去年太高 所以变成股价掉下来没有填息 好 那这是日电帽的部分 那这是给我一个感想是什么 就是今年我们股市很有效率 很多5G的题材 或是说那个什么散热的题材 一波到底 对 一波到底 像一波到底已经在高档了 你再去买来参加除全息 这种大家就特别要小心 所以日电帽就不要了 我觉得就不用 好 我们很快再利用一点时间 瞄一下看 我另外做两档统计 报告还有什么 要不要讲跟观众报告 全新跟志邦 我们看一下全新最近也是很热门 但你看全新从97年开始算 隔年才填息 然后99年当年 那时候全新的获利还不是很强 全新只配1块多 所以当年填息 但是大家看看 100年101年106年都没有填息 我们再看下一页 在下一页之后你看 那103年 隔年半年之后才填息 104年是隔年 105年隔年 106年它股价要拉高 一直到11月 隔4 5个月之后才填息 107年 好 我们看看 这个2455全新你看 全新它这个股价 最近在高点震荡 股价高点震荡对 好 我们看成月K线 月K线就可以证明 我刚做一个统计 跟观众朋友们看到 月K线我们再看 再看最右边边 那个高点有没有 那个就是 它去年除息之后就掉下来 没有填息 对 好 你看之前 之前都有在谈升起来 谈升起来都有机会 所以大家记住原则 股价在低打的时候 填息容易 股价在高打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 空手指不要参加 去参加除全息 然后对 或者说持有这种股票 已经走到高点的话 这边可以持股虚报 空手指就不要去 最高来操作 好 所以刚刚讲到全新 事实上从它近10年除息之后 到下一次除息之前 其实平均的年涨幅 也有达到30%以上 也有 那刚刚提到说 那质帮的部分 其实最近质帮也蛮强的 你刚刚讲到5G的部分 对 那它平均年涨幅 质帮40.1% 好 我们很快再利用你时间 质帮 我们看 我做一个统计表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古海洋帆 我们这三位就拿出 看家本领 跟观众朋友们 做最精华的报告 因为5 6月份 除全息这个 旺季妈妈要来 你看质帮 很多人关心了 质帮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都十几二十块 二三十块 那最近这两年 因为受惠5G 它这个网路系统等等 那股价往上拉升 我们回到这个质卡 很快再比较 质帮从你看 99年填息到 100年 101年 102年 都没有当年填息 到隔年才填息 103年也没有填息 然后104年 隔了三四个月填息 注意 105年隔年 106年 这个9月填息 107年 注意看 我们看质帮的月 可以显到 2345 质帮在今年股价走高之前 在去年就有一波拉高 大家看到没有 画面上面的这个右上角 是现在质帮的高点 我们往前推 质帮还有前一波的一个高点 它几乎都填息 然后再往前看10年的话 等于是 过去这两年的两波 等于把过去这10年的 填全息的缺口 通通补买 所以你这样算的 等于它这个填旋期的机会 这个40%以上 而且涨幅不止 10年的涨幅不止40% 10年的涨幅都高达40%以上 但是现在这个高点 就不建议观众朋友们 去参加除全息 因为它去年赚5块 配4块钱 这样殖利率来算的话 可能就不到3% 算是很低这样子 好 戴老师把1到3名 做一个详尽的解读 那玉堂我们看一下 4到6名的话 这些都是过去填息的基优生吗 那今年4到6名的苹果 对 其实若以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在除全息前去买这些股票 原则上放到下来 是赚钱的机会很高 对 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们从目前的一个 当然我就配合股价的基本面来看 我大概解读一下 这三档股票 我的一个看法 好 第一个其实刚刚谈到 信邦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过去这几年来 营收获利都逐渐的一个成长 所以你说这个过去10年来 你说除息前买 包到除息后 下一次除息 对 包到下一次的一个除息 其实原则上 可能赚到它的股价的价差 甚至还有股利的 这个配息的部分 所以原则上 以目前来看 当然它比较令人担忧的 就是说位阶比较高 因为基本面真的很好 你看它Q1的一个数字 不管营收获利 都是算同期高 这都没有问题 而且外资也是这个锦上添花 因为我最近看这外资 给信邦的报告 都是给它一个调高目标价 不等啊 118 125 甚至更高的都有 只是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 能不能还报一年这么长 因为刚刚的数字统计 只要都是一年嘛 报到隔年 平均年这样子 对 平均年报酬 报到下一次 但是因为你看信邦 我们如果 其实日线很高 我们其实比较长一点 比如说周或月 大概看一下 这个几乎就创历史高了 还是很高 对 所以第一个 我会建议投资人就是说 当然这样的个股 我认为参与出息是没有问题 但是能不能报那么久 我觉得投资人在操作上 就稍微去思考一下 因为过去这几年 它是从底部这样涨起来 那我会建议说 短线我认为 它填息的几率应该是有 因为最近法人 还买得蛮积极的 那可能出完息之后 你看这下面就是外资 外资在过去这几年 买得很积极 但是最近也很用力买 我认为短线上它反映基本面的一些 财报的数据成长之下 股价是走高 但是填完息之后 我认为投资人这档可以做一些比较 短档 或者是说你把它停损点设好 因为毕竟我比较担心在一些比较高档的个股 有时候除完息当然还会填息 但是说后面是不是能够像过去每一年 都有这样的一个报酬 我觉得就是稍微去留意 就是说位阶的一个方式 所以发现到这个特色是 今年都已经先涨上来了 对 都已经先涨上来了 当然就是说数字 这过去的统计数据可以做参考 只是说因为位阶不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看这些统计数字的角度 投资人也要不一样去思考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新复发的一个部分 基本面我是比较看淡 因为毕竟整个营建业的景气 其实都还是蛮低迷的 你说这个 因为过去当然手上现金多 你说它配息也都OK 只是没有像过去这么好 那第一个股价的一个 我刚刚讲到价差的部分 我觉得它的空间是有限的 因为基本面 目前没看到营建业有什么 特别性的利多 目前看不到 但是第二点 我觉得它比较跟刚刚谈到 信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是说 它的位阶是真的很低 我们拉比较长的周期的月线图 其实看得很清楚 刚刚信邦是已经到右上角 找到天上去了 你看新复发的部分 其实以过去这十几年来的走势 看得很清楚 其实算是在一个相对低档区 原则上这种比较低基期的个股 因为除息下来 股价自然会再往下跌 我会认为下档的空间 原则上来说应该有限 就是说它填息的机会会有 只是说填完息之后 它能不能再攻高 我的看法就打一个问号 因为现在可能面临到升息的环境 营件的景气还是很低迷 原则上可能你有赚到这些除息的一些鼓励的部分 也可以先跑一趟 这是在新复发的部分 然后在联勇的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算是我认为在这三档里面 应该成长性也是很高的 对 成长性 因为它做的是这个驱动IC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尺寸的电视 像8K电视在今年要推出 所以我觉得它会带动电视的换机槽 再来像OLED的这些驱动IC 因为在手机的渗透率提高了 这是过去联勇 它大概过去主攻的 甚至这种TDDI的驱动IC 做一个整合跟触控的 一个驱动跟整合的一个产品的部分 我倒觉得 以目前它的一个获利来讲算不错 因为它今年配8.8 算三年新高 那原则上这档个股 其实以月线来讲 并不像信邦是已经 涨到这种相对历史高 当然你看它的位阶是比较高 不过形态上来讲 我觉得算是一个 打了三四年的一个大底之后 去做一个突破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 如果三档里面 其实它天息的机会 我觉得会有 那股价的一个空间 因为配合这一波相关的IC设计股 因为高价个股还有比价效应 原则上我觉得 应该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好 所以看到目前为止 看到一到六名 其实好多个股股价都飙上天 那七到九名当中 台积电位居第七名 它的平均年涨幅又17.3% 那台积电的话 过去这一个礼拜 它也创历史新高了 对 因为刚刚确实 有这样一个问题 两位专家也提到 涨多的个股 这个参与除雪 其实风险是偏高的 但是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整个 这个论点我觉得 绝大部分套用在这种 中小型的个股之中 可是我个人觉得 相对而言 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可以稍微移开这样的一个论点 那主要的原因来讲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这回归基本面应该是说 从这个前两次的 这个台积电法说 其实看法是非常的保守 那讲到后续 其实是不断地往下沉 但股价是因为 资金面而往上走 但是在这一次 这个整个说法完全颠倒 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家 第二季是股底 下半年会回升 所以这个 尤其是就过往的记录来看 虽然说台积电的 整个平均值利率 大致上就落在3%左右 如果就投资大众 有时候会提到说 3%感觉有点低 所以应该说 对应其他的高估值利率的个股 相对偏低 而且甚至有些投资人觉得 我可能轻松 短线投资就有机会 有个3%以上的价差 可是我跟大家提到 这3%就跟其他的个股不同 就台积电过往的记录 大致上就 就算稍微比较长一点 全球出现欧债 了不起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它自然就会做填息的动作 有时候稍微比较强势 但是常常在一周之中 就有这个3%可以入带 所以跟大家提到 就过往的季度 把人确实会偏向 在台积电持续偏多 尤其是参与这个除旋息 所以我们认为股价是相对强势 在这段时间只要有拉回 震荡 抓到比较好的时间点 其实都还是可以介入 我认为说在这个今年来讲 刚刚最早提到两个论点 就是第二季是谷底下半年回升 我认为在今年台积电的这个田权席的行情 应该会非常轻易 而且相对来讲会非常的精彩 那至于说另外两党来讲 我们先看到这个利息的部分 其实也是营建股 那这个整个基本面目前来讲 是相对比较疲弱 虽然说就过往经验来讲 可以看到它往年殖利率非常高 但今年来讲还没有公布 但是它有个弱势就是去年的获利来讲 是稍微呈现衰退 所以严格来讲 今年的殖利率可能会稍微偏低 而且在这个刚刚提到 这个去年的获利衰退 那殖利率偏低之外 在今年它的这个营建任劣的情况下 相对也会呈现比较延缓的状况 所以也许不会比去年更差 但是今年要呈现大幅成长的机会来讲 并不是来得那么高 那加上说目前市场资金来讲 都会持续流向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中小型的电子族群 那相对来讲 传产的部分应该说原物料来讲 就已经没有明显表现 那这个资产族群更很难有吸引资金进入 所以就今年的角度来看 我对于这个所谓的营建的利期来讲 看法是相对比较保守 那最后一档的部分来讲 台契店其实每年是相对稳定的 我也觉得说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获利面它甚至不受景气的影响 只有一点 就这档个股只有一点 就是成交量是相对比较低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在这档个股的一个琢磨来讲 还是应该要等待压回的部分来讲 再去做否定承接 好 虽然说过去的绩效 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 但是我们在即将进入到5月份 这个时间点提供给您过去10年当中 在除息之后特别会涨的股票 搭配分析师的解读做分析 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进入到好股爆爆的时间 有哪一些个股质呢 可以静待除息之前来进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